如果议员没有收到资料 可能就是市场处没有提供给议员 或者是市场处觉得这个资料 他们并不满意 威宁森77被轰到会议外头后 立刻在记者面前 绝地大回嘴 是应该回到一个实质上 是攸关这么多的全台的农民 的产销的问题 应该这个公共政策 要合理的心平气和的去讨论 而不是说绕在我自己 一个人个人身上 一直打转成连续剧 说不想演戏 但演最大的是自己 会议室里头还笑容可举 除了会议室立刻收起微笑 总直询不到反现身财政委员会 来以议员火力集中 当场表决把百万实习生赶出会议 那请你离开了吧 好不好 不过半数了 如果不离开的话 要请他到大会去讲 请大会讲 请他到大会去讲 那个警卫在不在 如果再不离开 我请女警带你走 处理一下 打开书包把带来的资料 原封不动放回去 吴英宁拿起外套 转身走人 吴英宁我行我素 拒绝总直询 被要资料也预期不给 北市府寄出重罚 一百一十五万 才惊绝火烧屁股 甘愿带着资料 现身财政委员会澄清 还怪北市府太针对 就所知被开罚这件事情 仍然是保持着距离力争的态度 希望北市府能够理解北农的 这个我们的态度 以及所有真实的状况 有一个称谕叫什么 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 就是说该叫你 你打算收回吧 你打算收回帮子跟... 我倒觉得这样 像这种争议你知道 到一个程度我就要亲自去农委会 拜访主委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让草草闹到不是办法 吴依宁门烧锅快要爆炸 柯文哲还隔空火上加油 北农总经理这个位置 他还能撑多久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